那这几个语法还剩最后一点 就是Dambugo这个词的用法 那么像Dambugo这个词 它是当什么讲 它是也不是 那你看当成也不是的话 咱们原来之前也学过一个认同 对不对 那你之前所学的那个认同 那个词 那个词那是不是Dambien 对吗 那所以说在这儿 在讲Dambugo的同时 那跟Dambien 大家要做一个对比 我会放在一起来给大家讲 那像Dambien 它这个意思是也是 对吧 Dambugo是不是也不是 那是不是他俩 都是表示的是一种认同 对不对 因为都带个也字嘛 但是区别就在于哪 是与不是 对吗 那所以说Dambien这个词 它是用于哪 肯定句 对吧 是不是对于一个肯定句的认同 那么Dambugo 它就是对于什么的认同 是不是对于一个否定句的认同 对吗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Soy de China 然后那个人说 Soy de China 我是中国人 那你说我也是 那你是不是就会说 Yo Dambien 如果那个人说 No soy de Habum 那你是不是说的 我不是日本人 那你这时候说 我也不是 那是不是要用的就是啥 Yo Dambugo 对不对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省略句 对不对 你已经把动词给省略了 那如果在一个句当中 你要把一个完整句子损出来 像Dambugo这种词 是不是带有否定含义 像这些词 大家都一定得注意 之前咱们也提起过 对不对 只要它放在变位动词之前呢 不加弄 只要放在变位动词后边 那这个句子一定要加弄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No fui a la facultad Tamboco salí de compras Me quedé en casa todo el día 那你是不是说的是 我没有去西里 对吧 Tamboco salí de compras 我也没有干嘛 出去买东西 Me quedé en casa todo el día 我跟家待了一整天 整个这一片 是不是都用的是 简单过去时 大家对这个变位 也不知道熟悉了没 应该一眼都能看出来才对 那大家想一下 我没有去那儿 也没有干嘛去 下次这个句子 是不是就是也没有去 对不对 所以它用的是Dambugo 那像这个Dambugo 它是不是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了 对吗 是不是放在salí之前 那这个句子呢 干嘛呀 没有加No 对吧 那如果它要放在 变位动词后 也就是放在salí后边 那这个句子 是不是一定得加No 那是不是就得说什么 No salí de compras Damboco 是不是就得这么说了 所以说 这个No no 这个问题 一定一定要加小心 一定得注意 那再比如说 看一下下边这个句子 No vayas a la oficina No salgate compras Damboco Gueda te engasado del día 那是不是说 这一串用的都是什么事 否定命令式 对不对 你不要去上班了 然后你不要去办公室了 对吧 No salgate compras Damboco 也不要出去买东西了 Gueda te engasado del día 你跟人家待一天吧 那像你这第二个句子 是不是也不是啊 大家再关注一下 Damboco这个位置 这是不是放在 变位动词后 变位动词是哪个词啊 是不是salgas 所以说 那你这个句子 是不是要干嘛 要加No 对吗 那你这个句子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 把Damboco提前 放在变位动词前 那你这个句子 是不是就不用加闹了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说 Damboco salga de compras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好 那咱们再接着看 再看一个例句 No pedi carne Damboco pescado Si no solo una sopa 那这个句子这下 是不是我没有点什么肉 Damboco pescado 是不是也没有点鱼 Si no solo una sopa 仅仅点了一个汤 是这意思吧 那你像这个第二个句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句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省略句 对吧 那是不是没有点肉 也没有点鱼 如果把这个句子 要说全了 那应该怎么说呢 是不是 No 我没有点 No pedi pescado Damboco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对吧 那你看这个句子 是不是放在变位动词后边了 这个Damboco 所以要加闹 那这个句子还可以怎么说 是不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那你就可以说什么 Damboco pedi pescado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再接着再来一个 No voy a descansar El sábado ni el domingo Damboco 这是不是说 我周六不会休息的 然后周日呢 也不会 Ni el domingo Damboco Voy a descansar 这是不是后头那个句子 也是一个省略句 对吧 那你说全了 是不是Damboco Voy a descansar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ni 已经代表是什么了 是不是也不了 对吧 好 那到这儿 这个Dambien和Damboco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所以说 像这 再遇到Damboco这种词 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词 带有否定含义 他们通用的这个规则 是不是都是在变位动词之前 不加no 如果放在变位动词后呢 一定得加no 对不对 好 那像这种词 你原来是不是还见过 比如说 像nada 是不是nothing 这个意思 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再比如说像nada nada 这个词当什么讲 是不是一个人都没有 对吗 那再代表像哪个词 nonga nonga 这个词 这是不是从不绝不 只要带有否定含义 都要这样 好 那随着一个Damboco 咱们第一课这个语法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第一课语法当中的 这个大头和重头 那是不是就这个 简单过去时 变位一定要记清楚 然后再还有就是什么 东得引导的 这个地点状态从去 然后像剩下 Gualquiera和Damboco 我觉得相对来说 比较好理解 好 好